迫击炮作为一款步兵支援武器 近些年来一直在往大口径车载式方面发展 今天就为各位介绍10款自行式迫击炮系统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10 EIMOS爱慕斯车载迫击炮系统 这型迫击炮是由西班牙的阿拉维赛斯炸药公司所研制 底盘采用了改进后的4x4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装甲车 其主武器为一门81毫米或者60毫米迫击炮 在安装81毫米迫击炮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6.9公里 而在采用60毫米迫击炮时最大射程则为4.9公里 两种型号的火炮能够在三分钟内更换 也可以安置在地面射击 在炮身射击方面 爱慕斯应用了反后座机构 可以使得迫击炮连续且稳定的在车上发射 这款迫击炮还配备有先进的计算机火控系统 可以有效地提高射击的精准度 再加上其拥有高度的机动性 能够极大的满足在现今城市作战中 高机动性高杀伤性的要求 Top9 96式自行迫击炮 这款迫击炮是由日本风和工业公司和日历制作所研发 底盘采用了原73式车的车体 搭载了一门法国生产的MO120RT61迫击炮 采用了尾部装弹的方式 炮弹靠旋转稳定 炮体长度为2.08米 高低射界大约为正30度到正85度 可以发射照明弹 预制破片弹 榴弹 发烟弹 火箭增程弹等 在采用榴弹弹药时 最大射程可以达8.1公里 发射火箭增程弹时 最大射程达到10公里 极限射速大约为10发到20发每分 副武器则是配备了一艇12.7毫米机枪 底盘的动力装置为美国的V型 8缸二冲程柴油机 最大速度为50公里每小时 TOP8阿拉克朗轻型迫击炮系统 此型迫击炮是由西班牙的 ERIS公司和NTGS公司联合开发 是一款可以快速响应的 高机重性迫击炮系统 并且可以安装在大多数的轮式平台上 并可以在没有任何加固的情况下 拥有1.5吨的载荷 在显用120毫米滑糖炮时 最大射程可以达8.2公里 极限射速为12发每分 持续射速为4发每分 在火炮的瞄准设计方面 阿拉克朗应用了机电系统 能够随时地转换为手动模式 而且还其配备有先进的计算机火控系统 拥有一块可以显示敌方单位和载体位置的显示器 能让阿拉克朗拥有多发但同时弹灼和区域射击的能力 而且阿拉克朗由行军模式转换到战斗模式 只需要30秒的时间 TOP7 CPR MK2轻型迫击炮系统 此型迫击炮是由以色列艾尔比特安全系统公司所研制 可以安装在大多数的高机动性 多用途轮式车的多种轻型装甲车上 先进以色列装备CPR采用的是 沙猫四乘四战术车底盘 在炮车设计上应用了软厚塑系统 可以将传统的120吨射击载荷 降至10吨以内 并且拥有极高的射击精度 其圆周误差率仅为30米 最大射速为15发每分钟 全套武器系统可以直接由运输机空运 或者直升机调运 而且CPR迫击炮还配置了自动装弹机 并且搭配了炮苗 火控及导航系统 以此实现自主操作 并且减少搭载成员 在采用制式弹药的增程型号时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0公里 TOP6 阿尔卡迫击炮系统 这款迫击炮是由土耳其的 阿瑟尔三公司所研制 可以选用4×4军用越野车底盘 或者集成到履带式轮式底盘上 标准成员为两人 其发射炮筒可以选用120毫米 或者81毫米口径 配置有自动装填系统 在采用120毫米口径火炮时 最大射程距离为8公里 而81毫米则为6.4公里 另外阿尔卡还配置有 先进的计算机火控系统 环境和气象监测系统 可以通过显示器 将周边信息显示出来 再加上还采用了 北约制式的弹道计算机系统 以此降低了射击时的后座力 而阿尔卡采用的弹药 主要是土耳其自制的迫击炮弹 但是也能够发射 国际标准的制式弹药 TOP5 阿莫斯机动迫击炮 此款迫击炮 是由瑞典和芬兰共同研发的 采用了模块式炮塔 可以适用于各式的机动底盘 虽然阿莫斯炮塔的装甲并不强大 只能防御炮弹破片和轻武器的攻击 但是其装备的底盘结构 却拥有着三防能力 在车体顶部配置有 常规出入仓口及前望镜 其武器为两门并联的 120毫米厚膛装填迫击炮 能够发射智能制导炮弹 以及常规高爆炮弹 炮塔内部还安装有 弹药自动处理系统 并且可以调整炮管的发射要量和发射角度 并让其拥有单门炮 七发同时命中目标的能力 极限射速可以达到24发每分钟 最大射程10公里 其火力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炮兵连 TOP4尼莫迫击炮系统 此款迫击炮为芬兰所研制 配备了先进的弹药辅助装填系统 并且拥有自动装弹机的能力 最大射速则为10发每分钟 平均射速可以达到7发每分钟 在爆发模式下更是可以达到12秒3发 再加上尼莫迫击炮系统 还配备有先进的弹药和火控系统 让其拥有了6发同时弹着的能力 最大攻击距离也达到了10公里 能够根据所选目标的不同 在半直瞄 直瞄 尖瞄三种设计模式选择 其车顶采用了全封闭式炮塔结构 更是在炮塔本身采用了一些隐身设计 进而提高了尼莫在战场上的隐身性能 再加上炮塔所采用的模块化设计 使得尼莫能够安装在地面和海平面作战平台上 TOP3 雷神之锤迫击炮系统 此款迫击炮是瑞典阿莫斯迫击炮的进阶产品 在炮塔设计方面 雷神之锤继承了阿莫斯的双管120毫米 滑膛迫击炮的设计 其炮塔内部配置有两门短伸管的120毫米迫击炮 射击仰角最大可以达到正负85度 虽然该炮还安装了先进的火控系统 但是由于本身价格的原因 使得此系统并不能够移动射击 而且不具备多发同时弹轴的能力 在其装弹方面 雷神之锤采用的是半自动装填系统 也就是现有人员将炮弹放在辅助装填机上 再将炮弹送入炮体内部 可以让雷神之锤的发射速度达到16发每秒 持续射速则为10发每分钟 使用增程炮弹时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8公里 TOP2 玉金箱重型迫击炮 此款迫击炮由前苏联设计研制 底盘选用的是改装后的GMZ装甲布雷车 车体由钢板焊接而成 并且强化了抗弹能力 能够防御小口径武器和炮弹破片 车长配备了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顶塔 并且加装了一具红外线探照灯 和一挺7.62毫米机枪 其火炮采用的是普姆机械制造工厂 设计的M240 240毫米后膛装填式迫击炮 应用弹仓方式挤弹 由后膛装填 弹仓为古型 每个可以储存20枚各式炮弹 在采用高爆破片炮弹时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9.6公里 而在采用火箭助推高爆破片炮弹时 射程更是达到了20公里 之外还可以发射战术核子炮弹 化学炮弹或者其他特殊炮弹 Top 1 M1129斯特瑞克迫击炮系统 此型迫击炮是由斯特瑞克装甲车衍生而来的 由美国通用陆地系统公司所研制 主武器为一门120毫米口径迫击炮 也可以携带一门可拆卸的60毫米口径 或者一门81毫米口径迫击炮 方便在车体外部使用 车体准程人员为5人 其最远射程可以达到7公里 极限射速为16发每分钟 并且没有配置自动装填系统 在车体内部可以储存60发迫击炮 其发射的弹药类型有 烟幕弹 高爆弹 照明弹 精确制导弹药等等 在发射炮弹时 M1129迫击炮采用了车体顶部舱口的 开放式设计方式 必须打盖后舱盖才能够设计 那么大家还知道哪些自行迫击炮系统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我们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